我們稍微補充一下剛剛那個AnonMater 其實它可以錄影喔 而且也有這個螢幕的虛擬鍵盤 有些時候你要按給大家看的話 也可以像這樣弄 那它這裡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錄影 這個 不是 應該是這個 擷取 這個 抱歉抱歉 擷取 有沒有 這個 它是錄影的 所以這樣就開始錄了 也就是說你現在在操作 不管有沒有進入它的畫筆的模式 反正現在就是開始在錄了 就開始在錄了 等到你錄好了按一下停 有沒有就錄完成了 只是它的副檔名在PC上是WMV 然後呢 在MAC上是MOV 有沒有 WMV 檔案其實也蠻小的 檔案都蠻小 所以現在其實說真的 在錄影的部分真的效果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就看你要哪一種 要哪一種 這個 這個 工具都還蠻多的 那我們再把最後這個 叫編拿出來一下 因為 我們剛剛有提過 其實你滑鼠怎麼改 或者我剛剛這樣畫 都還是怎麼 總是 不是那麼清楚 如果可以的話 叫編也可以拿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要介紹這個 叫編 這個 有沒有 那你如果不要那麼大隻 你可以小隻一點 你不見得要透明 我不透明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取代 那一般來講 我通常 這個時候 我就會把什麼 我的滑鼠藏起來 也就是我 叫編的尖端 就是我滑鼠的尖端 好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有沒有 這樣滑鼠就不見了 就只靠這裡 好那 現在呢 我先把它收起來 隱藏起來 這樣子 有沒有在紙哪裡的時候 比較看得清楚 對不對 也可以 那你不想要它的時候 你就滑鼠 點 右鍵 你右鍵來這裡 按一下 有沒有就消失 右鍵按一下 有沒有就出來 當然它也有快速鍵 看你 一二三 一二三 有沒有 但是我平常不用一二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樣會跟我平常用的軟體 快速鍵有衝突 所以我平常大部分會把那個一二三把它拿掉 在這個地方 你點左鍵是進入設定 有沒有 這裡 連按滑鼠三架 對不對 好 或者它也有其他快速 Y啊 Z啊都可以 當然校邊也不見得要這麼自視 你可以選擇不一樣的顏色 好 看你喜好 這樣可以嗎 至少這樣是讓我們的指標相對清楚很多 尤其是在就是 沒有 沒有電腦教室的狀態下 只有投影機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讓人家看清楚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兩點半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不好 如果你有問題的 我過去幫你看一下 還給你